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天气方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 因为在6月1号就会进入所谓的预风季节 那么每年的预风季节呢都是在6月1号到11月30号 那么美国的海洋和气候管理节会表示 今年有85%以上的机会隔州可能会经历强烈的预风 估计今年有17到25个风暴 而其中4到7个将是成为主要的风暴 约在预风级3到5级每小时110英里以上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预风 而且频数是这么多呢 这是根据气象局表示 因为气温的高升对海水的温度形成温暖 而给了海水和气候一个非常大的能量和动力所造成的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这则消息 是来自收视顿西南区 昨天晚上警方表示发生了一件双杀案 那么男友将前女友以及他的应该是cousin 就是表兄妹还是表兄弟枪杀身亡 之后呢这名男子又举枪自杀 但是现在警方表示这名男子呢 应该是生命垂危 但是他所杀害的女友和他的表兄弟呢 则是双双身亡 再来关心一下这则消息 这是警方表示 昨天晚上十点半左右在这个加油站呢 一名驾驶人和他的乘客不知道什么原因起了口角 结果当乘客从便利商店买了饮料回到车上之后 驾驶人居然拿枪向乘客射击 而且乘客重枪倒地 驾驶人居然开着他的白色的sheddy traverse卡车逃走 现在警方正在寻找这名开枪的驾驶人 再来看一下居住在Westbury社区的居民们 过去这几个星期应该都有听到林社四处在抱怨 因为突然有发生了频繁的盗窃事件 还好警方在昨天将这个频繁盗窃事件的两个主角给逮捕了 警方表示在过去的两三个星期内 这两人总够干下了至少20起的房屋盗窃事件 好另外看一下 在休斯顿市政府得到联邦政府500万美金的资助 来帮助市政府想要清除原来是Velasco 这一个工地内的将近有4.51亩的有毒物质埋放场地 而这个有毒物质的埋放场地 其实已经是使用了50年 或是从50年前就已经将这些有毒物质放在大桶内埋在地上 埋在地下差不多30英尺的深处 但是经过50年之后呢 很多的环境保护专家都怀疑是否这些当时埋入的化学物品有外泄的可能 因此想要将这些有毒物质能够挖出或是重新处理 但是现在虽然是接到了500万美金的资助 可是一些这个营养应该是环境专家 以及day representative Christina Morales表示 这些不过是一些皮毛而已 没有办法真正的来解决问题 好的最后提醒亲众朋友在这个memorial weekend 所有290高速公路的线道都是呈关闭的状态 那么尤其是在星期六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半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要修复 在上个星期四修士顿风暴所造成对公路的损害 好的亲爱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美军为您翻译并及播报 德州和Houston方面的新闻 在这边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五和weekend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